另外还有一些误解应该是要讲一讲 但是呢战胜我们就不讲 有些密宗里面的一些东西 我想适当的解释一下的话 对很多人都有帮助的 比如说一个佛教 有些佛教里面的 比如说一些佛像 有些佛像 以前我们去新加坡传法的时候 他们那边虽然是大乘佛法 但是他们的一个佛教会的中心的一个会长 副会长 他虽然表面上也在学佛 但是他有一天跟我说 他家里那个佛堂里面 就有一个金刚玉切木的佛像 那金刚玉切木的佛像 他戴了一个人头的相连 人头的相连 他有一天就是很不高 不高兴的 很不高兴的台独说 他说这个人啊 这个人为什么要 就人都已经死了 就是死了 就是偷 那个 死了以后 为什么还要把人的偷 骨 头骨 就挂在脖子上呢 他是这样子说的 就是这个是一个代表 很多人都不懂 他很多人都不懂的 比如说我简单的说一些 比如说 所有的这些焚禄金刚的背后有火焰 在冒火焰 从表面上来说 就是不了解的人来看的话 这些焚禄金刚是非常这个 雄猛的 然后背后都是有那么大的火 为什么要冒出那么大的火呢 你们知不知道这个标是什么 它不是火 它这个就是代表知灰 这是佛的知灰 这个焚禄金刚后面的那些火 四处这个发的那个火 就是佛的知灰 然后呢 天灵盖 就人头的里面呢 就有血 人的血 动物的血 然后就有些人就看到 这些佛为什么要去 在天灵盖 那一个天灵盖 为什么这里面要 那大的 他们喝的为什么不是甘露啊 为什么不是水啊 为什么是血 有这样子的 有很多有这样的 疑问 但是这个血是什么 你们知不知道 血它有类外密 三种这个不同的 那三种不同的 类外密 外的 外的血是什么呢 外的血我们大家知道 终身的血 密而这 类的血是什么 类的血就是 人的贪心 叫做血 然后密 类外密的血是什么呢 密的血就是 这个心的本性的恐性 叫做血 类外密的血 然后这些愤怒金刚 他天灵盖里面的 这个血是 代表什么呢 他为什么要把血喝了呢 意思就是说 把终身的这个贪心 给吃了 吃掉了 吃掉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让终身的这些 意思就是说 把终身的这些烦恼都 终身的贪心都断除断掉 这样子的意思 血和贪心有什么关系呢 有一定的关系 这个是在密宗的那个 密宗的那个 七脉命殿的这个结构 人体的结构的方面 这样的话 它有一定的关系 比如说 柔和这个 这个贪嗔痴的痴 有关系 痴有关系 比如说人脏胖了以后呢 很困瞌睡 越睡越旁 越困就是越旁 这两个是有密切的关系 知不知道 这个佛经里面 这个 这个 密宗里面讲得很清楚 同样的 同样的 血 跟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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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贪心也有那样子的关系 然后呢 整个在这个 事件当中的 有情无情的 所有的 红色的东西 也都叫做 血 红色的东西 它是一个 特殊 特殊的颜色 它是 发 它的 这个 源头在那里 就是人的 这心里面的 一个 一个念头 跟贪心有关系的 一个 这样子的念头 它出现了 任何一个 红色的 红的颜色 都是这样子 所以 天灵改里面 它不是在 喝血 它就是 断出人的 贪心 断出人的 贪心 人的贪心 断出了以后呢 这就是 推翻了 整个的 轮回 推翻了整个 先宗和密宗 它要 大到 要大到的 目标 是一个目标 方式 就不一样 方式都是 不一样 密宗里面的 很多方式 都是比较野蛮的 从外表上看起来 为什么那么野蛮呢 因为 因为我们的 执着 我知 它是非常的野蛮的 我知 知不知道 我知是很野蛮的 要推翻这样 这么野蛮的东西的话 它需要有一个 比它还要野蛮的东西来 推翻这样子才可以 要不然的话 推翻不了的 以前就是 像释迦摩尼佛 注释的时候呢 当每个人的心里面都 比较清净的时候 凡夫人当然是有烦恼 但是至少没有现在的 那么多的烦恼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用一个 比较 保守的方法 去推翻他的 这个 这个烦恼 是可以 它是有可能 但是呢 人就是 时间久了以后呢 就越来越靠近 这个魔法时代 人的烦恼 就是越来越 粗糙 人的这个 内心的世界 就是越来越 混乱 在这样子的时候呢 我们要把这样子的 我只要 断出的话 就是需要一个 更野蛮的东西 把它推翻掉 为什么呢 因为你要 被 被推翻的东西 它是非常的野蛮的 要推翻它的东西 不野蛮的话 那能成吗 不幸 比如说 一个 一个 很凶猛的 很凶猛的 鬼呀 魔呀 这样子的 一个非常善良的人 去挑副它 是 不是没有可能 但是很难的 很难的 就是这样子的魔 非常凶猛的魔 如果你就是要 先出一个 更凶猛的魔 去挑副它的话 非常快 快速的解决了 密宗就是一个 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方法 所以 我想大家了解的话 这个密宗里面 有 有很多 很多 很多 是 非常具体的 就是 就是用 从现代人的 这种 口气来说的话 非常科学的 密宗里面的 很多都是 但是呢 它的外表 是很 是很野蛮的 但是它的外表 一定要野蛮 它的外表 要野蛮 它才可以 解决这个问题 它的外表 要凶猛 它才可以 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人的内心世界 我刚才讲了 越来越混乱了 那人的内心世界 越来越混乱的话 它内心世界 这么混乱的东西当中 产生的这些 所有的 也是非常野蛮的东西 所以密宗 它要现出一个 更野蛮的东西 这不是我所的 佛经里面讲的 比如说刚才 我们要断出 这个贪心的时候呢 密宗 现宗的话 它就去 修不经管 然后不起作用的话 就去修空心 这些都是 来得很满的 它不是没有作用 它有作用 来得很满 就是断一个 这个断一个贪心的话 那密宗 它不是这样子 它是用另外一种方法 另外一种方法 去推翻 另外一种方法 去推翻的话 它推翻得非常快 但是最后大道的目标 就是一致的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面 在我们很多密宗里面 也讲了 先宗和密宗的 果是没有差别的 祭 道 果 这三个里面呢 果是没有差别 果就是佛 成佛 成了佛以后呢 先宗也就成佛了 密宗的也就成佛了 没有差别 但是这个过程不一样 方法不一样 就是一个这样子 不了解的人看的话 为什么这些佛 他们 为什么这些 这些佛像 那么凶猛 为什么他们背后 有那么大的火焰 为什么每一个手里 都拉一万靴 为什么这样子 就是刚才那个人 跟我讲的一样 人都死了 为什么还要他的头 挂在脖子上呢 他那么说 不是这样子 所以这些 这些是很多人会 会比较容易 无解的 但是这些呢 我们不是很公开的说 他无解也是没有办法的 因为这个 密宗爆米的方法 这个上面呢 没有抓得 没有抓得 好 所以就是公开了以后呢 很多人都不理解 密宗最早的时候呢 他非常将就 这个要爆米 为什么爆米呢 是不是密宗里面 有什么问题呢 不是有什么问题 它是一个非常 非常准确的这个修法 但是呢 就是刚才 他用的方法都是 普通的人 就是看不惯的东西 所以他很多人 不了解的人 就会有这个 无悔 甚至是有邪见 有了邪见的话呢 这些众生会多低于 这是密宗 他不像出现这样子的问题 所以他要求爆米 但是现在 就没有什么爆米了 除了一些具体的修法 诀窍 这些呢 还是在这些成就的 那些上师们的 这个心里面 隐藏着 其他的这些书呀 佛像啊 都全部已经公开了 以前就是 有些佛像呢 有些佛像呢 根本这个 根本是不能打开的 比如每个摊卡 它上面呢 有一块布 把它覆盖 然后那个 那个游戏非常要求 严格的那些 那些摊卡呢 他永远都是 没有关锅钉的呀 或者是没有真正的 这个修行的人 他永远都把这个 不能去 不能去捧 但是现在 以前捧都不能捧的那些 现在都在这个 市场上卖 就是那些东西 就是这样子 已经现在 没有办法公开 没有办法这个 包密了 但是我们现在 保留的是什么呢 就是密宗的一些 具体的修法 还是不在这个 不在这个市场上 有些加毛的人 出来以后呢 说我有什么 有什么 这个 有什么这个 很深深的 密法呀 等等等等 就是去说一些 但是真正的 如果他精通的话 那他也不会 随便乱传 那不懂的人的话 他也不能 他也 实际上他也 不会传 他也传不了什么 因为他自己都没有 他自己都没有 这些诀窍 他自己都不懂 那就他也传不了什么 所以一些 密宗里面的一些 具体的 一些修法 一些诀窍 没有公开而已 其他的这些 佛像这些 都公开了 所以我想 你们也应该 去了解一下 密宗的佛像 为什么 每一个都是 那么凶猛的呀 然后 不能说这么简单 然后每一个具体的 每一个具体的 佛像上面的 任何一个 细节 他都是有 他都是有很多那些 很多这个意义 而且这些意义 都是有 类 外 密 有很多的这些 我们在这个里面 就是像佛 一个密宗的 佛像里面 佛像的 他手里的 这个 天灵盖里面的 一个穴 穴 我们从这个里面 都可以挖掘出 整个的 这个佛教的 修法 整个的佛教的意义 整个佛教的 慈悲和智慧 从这里面 都可以挖掘出来 所以 不能 轻易的 评价任何一个 佛教的修法 或者是任何一个 宗教 这是非常重要 这是我们的 原则 这是很重要 但是这些 今天我们 就 这次我们就 不讲这些 这次 我们就 简单的 介绍 这个藏传佛教 也就是 就介绍 就这么一点 本来呢 很多人 就不太了解的 比较容易 这个误会的 就是密宗的一些 佛像啊 等等等等的 应该是需要 加以一些 解释 但是这次 我们就不讲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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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